我只要10分鐘 你看一下這個排骨 有沒有 這骨頭都已經要骨肉分離了 而且這個湯是整個在裡面 然後你看你看你看 哇 這個骨頭 可是你就算煮到骨肉分離 你看你這個肉的顏色 這麼的美耶 然後湯頭是這麼的漂亮 大家好 我是微笑主廚微菜老師 擅長健康料理 低脂低溫 堅持用好食材 當午節過後 大家有沒有開始看到市場 有一堆的竹筍出來了呢 那個竹筍啊 纖維質又夠 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國民美食喔 那怎麼樣來挑這個竹筍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竹筍通常要 所以它一定要有這個彎曲度 然後再來你要看它的顏色 所謂的就是要白富美 那白的話就是它的顏色 它要白白的 不要有這樣黃黃的 然後它底部呢 要有扎實感 它要有很豐滿的這個底盤 然後你握起來呢 它就會比較結實 那它的殼跟肉的比例呢 肉的比例就會比較多 再來它的外型 還有筍尖 不要有過黑或過綠 它都呈現那個苦的色味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個 今天的竹筍真的是超級漂亮的 真的就是竹筍正中心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這個竹筍料理 非常簡單 而且我們今天用特別的手法 就要來做我們的竹筍排骨湯 另外要再來做一個 腱子肉 那我們搭配簡單的醬料啊 就可以來做一個腱子肉 那另外呢 我們還要做一個竹筍沙拉 很多人都不知道竹筍沙拉 到底要怎麼煮 它才不會苦 那今天要教大家 到底竹筍沙拉要怎麼做 切竹筍也有美感喔 就是彎彎的地方 然後切到中間的地方 壓住 把它開始旋轉 我們的筍子就切好了耶 那我們現在就把我們的筍子 硬殼的部分給切掉 好 那這個筍尖 可以把它留起來 很漂亮 煮湯呢 就直接切就好 好 我們今天要煮這個竹筍湯 我們只要把這個排骨啊 洗乾淨就好 我們用壓力鍋 它快速的烹煮 一點都不會有血水產生 那我們把切好的竹筍放進來喔 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多加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我們的腱子肉 那做這個豬腱子肉呢 除了你可以有多一道料理 另外還可以讓你的湯頭變美味 所以我的排骨就不需要放那麼多喔 好 我們就把整個洗好的腱子肉 一樣放進來 這樣有沒有一減二口 沒那麼減四口 所以超級簡單喔 我就全部丟進來就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上面要來做一個竹筍沙拉 用這個綠竹筍來做這個冷筍沙拉 是最美味的 那有人常說啊 這個竹筍沙拉要用水煮 網路會教你很多貨幅 但是我今天要教你一個最特別的 是用蒸的 是蒸的會很好吃 所以你要找一個像這樣子有凍的蒸隔 我就這樣放下去 而且我利用下面在做那個竹筍湯的時候 上面來蒸這個竹筍 這洗乾淨之後 我們整個袋殼進來 這樣子蒸就可以了 蓋上這個壓力鍋蓋 上壓兩條線關到最小火 你只要煮十分鐘 這三道美味的料理就完成囉 好 我們今天要自己來做沙拉醬 我們再也不要去買超市的那種沙拉醬 因為你不知道他用的是不是好油 那我們今天要用自己選擇的好油 好 那我們先打一顆蛋 你絕對想像不到打沙拉竟然這麼簡單 然後一點點的鹽巴 好 再來是糖 糖大概是三大匙 另外我要放檸檬 好 我們就把這個檸檬擠下來 再來就是要放油了 油大概是你所有這些材料的三倍 你要用掉滿多的油 所以當然這個沙拉你要用好油 好油可以幫你代謝掉你的心血管的一些問題 那不好的油反而會讓你沉澱在你的血管裡 所以真的要吃好油喔 我們用這個巴蜜斯 這個圓形的沙拉的刀頭 我們只要這樣子放進來 我們只要看到下面開始有變白了 我們就開始往上拉 有沒有 整個這個就攪拌好了 大概只要六秒鐘 我的沙拉就打好了 自己做這個沙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 好 那我們打好的沙拉醬 還記得我們裡面有一個腱子肉嗎 腱子肉的沾醬到底要怎麼做呢 也非常簡單喔 蒜頭放進來 還有我們的蔥 好 放一點蔥進來 還有辣椒 我們先把它全部拉碎 全部拉碎了 放上我們的醬油 還有一點香油 好 我們把它拉一拉 好 我們的沾醬就好了 好 我們只要把這個沾醬 最後再加上這個 李雪的油波蜡子 相當相當的美味 來看一下我們十分鐘 真的綠竹筍完全不用水煮喔 好 我們要等這個綠竹筍 它大概涼了之後 再來切它 好 我們先把第一層先拿起來 哇 下面就是我們的竹筍湯 來看一下我們裡面有什麼 哇 我們的腱子肉 這個完全都可以增加我們的湯頭喔 所以你的排骨就不用太多 你的高湯就非常好喝 大家看一下我的湯 有混濁嗎 我沒有汆燙喔 我只要十分鐘 你看一下這個排骨 有沒有 這骨頭都已經要骨肉分離了 而且這個湯是整個在裡面 然後你看你看你看 哇 這個骨頭 可是你就算煮到骨肉分離 你看你這個肉的顏色 這麼的美耶 然後湯頭是這麼的漂亮 我現在只需要啊 簡單的加一個鹽巴 然後白胡椒粉 這一鍋三菜 就超級美味的 有沒有太厲害了 瑞康屋的工具真的是太好用了 這個季節啊 只要有這些工具 你煮上這個竹筍料理 再也不是難事囉 而且我們夏天燥熱的時候 吃這些竹筍料理 又清淡又帶有纖維質 真的是非常的棒喔 這系列的料理 快速又省食 我們一定要趕快動手做一做喔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讚加分享 一定要按讚跟分享喔 那喜歡我的食譜的 也一定要在影片下方留言喔 我們都會盡快的寄給你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